你会回看吗 回看是一个特别极其没有意义 且浪费时间的事情 以前发生的事情 昨天发生的事情 再好再坏也跟我没关系 那是昨天的事情了 总结的道理都懂 你能不能做是能不能做的事 就是两回事 杨幂是一个非常帅真洒脱的人 面对过去发生的事情 她从来不否认不逃避 包括对于的爱情和婚姻 杨幂在事业上升期嫁给刘凯威 选择了在事业发展的时候结婚生子 随时而来 是更加努力的打拼 但是最终这段婚姻还是走到了尽头 离婚以后 杨幂三年没有新的恋爱出现 不少朋友都猜测 是不是被刘凯威伤得太深 毕竟在被问到 会不会用自己的人脉帮助宣认时 杨幂毫不犹豫的说不会帮 朋友们都质疑杨幂与刘凯威关系很僵 但是杨幂也不会出来回应这件事情 因为杨幂不喜欢去回看过去的事情 无论好的坏的事情 过去了就是已经过去了 近日杨幂接受采访时罕见谈到爱情观 并且透露自己一直在等待爱情的到来 还把爱情比喻双彩虹 看得出来杨幂依旧对爱情充满期待 关注我关注我关注我